我跟她說那個貴姐說我很漂亮 然後她在旁邊就跟我說 就是她想要搭槍嘛 她就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 欸 妳可不可以趕快有水準一點 我說我跟妳說我很漂亮 妳就回答她 我說妳回答個鬼算盤 吳怡霈不婚 突閃加日本昂 老公爆出口 被罰鬼算盤 這位是 Akira 對 就是林志玲那位Akira 吳怡霈今年4月 和交往10年的日籍男友 Akira閃婚 Akira目前來台發展13年 擔任家教老師和自由接案 但過去的吳怡霈 一度堅持不婚不生 如今果斷閃婚 不免讓人好奇背後的契機 我就覺得 可是我沒有要生小孩 我為什麼要結婚 就直到了今 其實去年 去年我奶奶去世 我也奶奶去世 然後我就一直在思考說 人生到底要的目標 跟目的到底是什麼 雖然妳現在問我說 我到底有沒有想要生小孩 我會突然覺得 我沒有那麼絕對 我奉勸各位女孩們 妳姊姊的過來人的經歷 以前大概有 六家廠商問我說 妳被妳把她動軟 我就說 可是我沒有想要生小孩 姊姊後悔默契 各位 你們就動起來吧 因為人生很難說的 你突然有一個轉變 你就覺得說 好想要小孩喔 我學到了最大的功課是 不要把話說太死 我其實沒有想辦法 我不要說那麼死 也歡迎大家 贊助趕快來 我要改掉 改掉 我要改掉 改掉壞習慣 啪啪啪啪 假設如果是日式的 很傳統日式婚禮 在神社結婚的 對 我有想 我跟她說 那個貴姐說 我很漂亮 然後她在旁邊 就跟我說 就是她想要搭槍嘛 她就跟我說 放屁 然後我就說 欸 妳可不可以趕快有水準一點 我說我跟妳說 我很漂亮 妳就回來了 說我 說妳學家有鬼算法 她就跟我說 蛤 不是 桃仁沒有這樣說的嗎 我就說 放屁就是不認同 她叫放屁 正同叫做廢話 然後她就說 喔喔 我就說 我覺得廢話跟放屁 妳都不要學好嗎 這兩句話都沒有很好聽 她說 那妳為什麼很常講 我說 妳有拍戲需要 她跟我說 她覺得她最看不慣 台灣男生的一個部分 就是她覺得不可思議 而且她這輩子 絕對不會做的事情 是幫女生拿包包 她覺得那就是 會切剝自大行為 對 她覺得那個男人的臉 就是 直接被拿在地上 這樣踩 這樣踩兩下 我第一次叫她幫我拿包包的時候 她還心不甘情不願 然後她拿的時候還這樣子 我就說 妳是拿垃圾要去倒是不是 我就說 這句話真的不要說得太死 她來台灣十三年 她被包包拿的可勤快呢 而吳依佩今年和胡瓜 賴慧如以最強綜藝秀 入圍金莊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被問到瓜哥 會不會和他們一起走紅毯 她坦言是一波三折 因為 瓜哥是一個手上已經擁有很多獎 對於這個獎 平常心 就太平常心 因為她都已經在演藝圈四十年的時間 對 可是對於我們這些小朋友來說 我們如果能夠上去拿個獎 這件事情就是 可以光中要足的事 我就傳訊息問瓜哥說 欸瓜哥所以妳今年 會陪我們一起走紅毯吧 瓜哥就說 妳說那是什麼話 他就回了很冷淡 他說 妳說那是什麼話 他說我們這種得 已經拿過這麼多獎的人 後來我就投其所好 我就說 欸 妳不是 老大妳最近瘦身很帥啊 就這種這種帥的時間點 就是要出來走紅毯 我就一連串 他隔了五分鐘 然後就寫說 我考慮看看 結果 他就傳了一照片說 訂裝已經訂好了 妳覺得如何 我就說 好帥喔 好帥喔 我就說 妳這樣子玉琳哥怎麼辦 我認為獎雲是我們